我车费都给了 怎么了怎么了妹妹 就是这个师父啊 我给他车费了送我上去 然后他现在又把我扔在这个半路 我这样怎么走回去嘛师父啊 那不对啊兄弟 那你车费要退我呀 你收了钱应该把人送回去啊兄弟 一般我的车费都还亏了 真的 上海都亏了 我的电池没电了 你在这么大热市去哪里了妹妹 飞回家呀 飞回家啊 今天早上拿到去街上卖 没卖完吗这是 对 帮我清一下 哦 这么好的腊肉还没卖完啊 你这腊肉卖的贵不贵啊妹妹 对啊 看你这腊肉挺好的挺好吃吧 那你在背后去还要走多远呢 要走一个小时多点吧 还要走这么久吧 那你就在那儿继续等车嘛 你这背后去要走好久 我难得走啊 没有 这上面没车吗 你要不放下来我看一看嘛 我买一点你那个腊肉行不行 真的吗 真的呀 我看一看嘛 好吃的话我买一点 那时候看着吃挺好的 不大肉啊 我要是全部把这个肉给你买完的话 要多少钱啊 真的吗 真的 你吃的完那么多吗 这我很喜欢吃肉的 你看嘛我现在卖也卖不完了 看着给吧 看着给啊 对 那我给你10块钱可以吗 啊 你说个价我不知道什么价 知道吗 反正我剩还挺多的 要不你给个500吧 500是吧 对 500我感觉你卖贵了这么多肉 没事 没事 反正我还要背回去 我也懒得背 呵呵 那我给你800嘛 你不白真的 没事不用的 你给个500就好了 没事没事 你帮我把他背到车上一下嘛 我车就在下面一点 然后我到车给你拿起来 行吗 真的吃得完那么多肉吗 慢慢吃嘛 呵呵呵 不是看见我懒得懒得懒得 才拍下来的吗 呵呵 没有没有 我喜欢吃 呵呵呵 嘿谢谢 没事还算 你直接帮我放后部箱就可以了 不会的不会的 你学一下就行 不行 你这个肉好不好吃啊 这肯定很好吃呀 你看这个肉 嗯 看着是挺好吃的 我就是不知道吃起来怎么样 真的很好吃 我都经常吃 嗯 那你反正我家 还有一个多小时吗 是吧走路 那我又不这样子 我开车送你回家 然后煮烤肉 我尝一尝好不好吃 真的要送我回家吗 对啊 可以啊 真的吗 对我主要是尝尝肉好不好吃 太谢谢你了 真的 没事没事 那你早上下山的时候 是怎么去的呢 我说邻居跑出车下来 你们家这个烙肉这么好 为什么要不去卖了 我家里面烙肉很多 我卖了半斤银子 卖了半斤银子 那你吃中午饭吗 没有 还没有 那现在都下午两三点 你怎么还没吃 我今天想吃得太快了 很轻 那你肯定饿坏了吧 也不太好 我趁你这里有干这个 你先吃点干这个 没有 因为我都快到家了 没事没事没事 你先吃了嘛 这是草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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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你种的吧 对啊 最近在输草卖的期间 这么能干的 我都看不出来 你这么漂亮的女孩子 还会干这些 没有 我们这边的女孩子都会干 你家房子挺大的 我先来烤火 我都想起来 好 好 你们家的烙肉还有这么多 对啊 加烙肉很多 我给你做一块茶茶 整个小的 这东西挺好的 这个挺好的 打一块的吗 放一块钱 什么呢 吗 就是这样四公里 现在还有什么 小的一点 是不是 良好 就是这个 他说呀 我有记性什么 王 吵 在家里面吃 啊你吃饭了 你吃饭了 你吃饭了 在家里面吃饭了 吃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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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啊 这个好处给我一百块鞋 然后买上洗衣服 你洗衣服 你洗衣服 你洗衣服电单怎么亮呢 你洗衣服 怎么亮呢 但是说 不让你脱色不要吃 那要不不吃了吗 妹妹 我对这个店 不好意思给你添麻烦了 没事 这个不太好了 没事 不是 他待会儿留回来了 你问他出去的 但是他不是要说的 没事 他不会换的 那不少了吧 没事没事 那也不换个小的吧 这个太大了 没事没事 这快就停了 你省省他为什么要把钱给你拿走 前段时间这个过零 我再加他帮我微博一段时间 然后就让我把这个腊肉拿去换钱给他 你好凶啊 没有吧 本来就是这样的我都习惯了 妹妹要不真的还是不吃了 我感觉这个肉吃了我心里面还过不去 我怕他回来朝礼 没事 要不这样子就是这个肉我们就今天不吃了 然后 我们就领量的添麻 好吧 行吧那我带你去看看山上的风景 起码行 其实我也没有饿了 只是想送你回来 吃肉我只是给你开玩笑的 谢谢 怎么样这里漂亮吗 漂亮啊 但是没有你漂亮 我平常心情不好的时候我都会自己来这里转一转 来这里干嘛你想不开吗 没可能 我还年轻我有什么想不开的 就来这转一转看看风景啊 妹妹 我跟你玩了半天我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海鹰 海鹰吗 对 这名字挺好的 那你叫什么名字呀 我叫大飞你可以叫大飞鹰 大飞 对对对 怎么没看到你爸爸妈妈他们 我爸爸妈妈都出去上班了 他们过完年就过个几天又回去上班 那你怎么没跟他一起去上班 不能全部都出去上班呀 我还要在家照顾老人呀 你家里黑了是吗 对 你从小时候来了 那你平时在家还要干什么会儿了 在家平常什么都干呀 喂猪呀 碰碰土豆呀 还有刚刚你也看到了 收那个荞麦 那你这么年轻什么活都会干呢 我看你 对呀 大山里面的女孩子嘛 那什么都会干 不干吃什么呀 对吗 那也是 那你有出去工作过吗 之前我有出去上班 那你结婚了没有 没有啊 那你有男朋友吗 也没有 不会吧 你长得这么漂亮 你这春花级别的呀 没有 比我漂亮的人太多了 你们村里面的男孩子都不来找你吗 没有 没有 那你想不想有个男朋友啊 男朋友想有就有的吗 哈哈 这不可以看那个缘分呀 你现在想有的话就可以立马有一个 哈哈哈 他跟你开个玩笑 那你认为什么是爱情 我觉得爱情是可遇不可求的嘛 它是不知不觉就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就比如说像我们读书的时候 对某个同学 产生那种莫名的好感 就是去靠近他 接近他 然后想跟他在一起玩 这就是爱情最初的样子吧 应该 后面就是两个人就是相互喜欢 在一起会很舒服 然后有共同的目标 也不会因为一些小事情啊 就分开了呀什么的 也会为对方去改变一些原来不好的一些习惯吧 我觉得这个就是爱情 那你有遇见特别想靠近的女生吗 有啊 这不就在我面前吗 不会吧 你再开什么玩笑呀 我们才认识多久呀 哈哈 那你在这里来转了半天 现在星星好了吗 好了呀 非常好 你看现在天也快黑了 要不先回我家 我做饭给你吃 做饭吃吗 对 我怕那个沈士丽说什么呀 不会的 他不会说的 真不会吗 真不会 那好吧 走吧 海燕 嗯 你们这边村里面平时有什么其他经济收入吗 就自己在家喂喂猪呀 种种土豆 用棉 还有刚刚外面的那些荞麦 然后还有打笋 挖竹笋 挖竹笋 对 挖竹笋一年的话能挣多少钱 一年的话差不多也就个2万吧 可以挣个2万块钱 那也还可以 对 快点吃 我碗里面还有还有 吃吃 这太开心了 可能你都吃不惯 吃得惯了 你看你们这拉肉挺好吃的 我很喜欢 那就多吃点 好好好 快点吃 不然一会儿凉了 你做的这个拉肉真好吃 我吃了一块了都 你们这边哪里有商店 要去商店干嘛呀 我去买瓶水 买瓶水 这是油水呀 没事没事 我喜欢 那个商店的那种 这上面走上去就是那个商店了 就那路口上去是吧 对 那行 那你等我一会儿 你怎么拿了这么多东西呀 没有 把你东西过来 你拿那么多东西干嘛呀 没事没事没事 在你们这边吃了饭嘛 就是 你真的是太客气了吧 没有没有没有 这样太客气了 没事的 拿那么多东西 这样我都不好意思了 哎呦 啥不好意思的 下次我还怎么好意思来你家吃饭 不然 这都是家常便饭 随便弄来给你吃的 没事没事 那不是吃了你们家辣肉吧 你们家辣肉挺好吃的 好吃就行 那我帮你做呀 不做 那我不做了吧 我就回去了吧 天黑了 那好吧 你回去吧 外面太冷了 没事我再送一下嘛 没事没事 你先回去吧 太冷了 外面啊 好吧 那我就送到这了啊 那你开车注意安全 好的好的 那我就先走了 哎 大飞哥 啊 那你好久再回来见我呀 人生会有很多这样的相运 但我不得不踏上我新的旅程了 我走了 你别再难过 心里有话都不想再说 记得以后你要快乐 时间没那么多言过 我走后你别太想我 尽管有太多的不舍 这是你要的自由 我还给你了 我车费都给了 怎么了怎么了 你现在把我 就这个师傅啊 我给他车费了 送我上去 然后他现在又把我扔在这个半路 我这样怎么走回去吗 师傅啊 那不对啊 兄弟 你要给我退回去啊 那你车费要退我呀 你都去太远了真的 不是你收了钱 应该把人家送回去啊 兄弟 送到一半 我都现在都还亏了 真的 我上来都亏了 我这个店已经没接了 你在背这么多腊肉是去哪里了 妹妹 背回家呀 背回家啊 对今天早上拿到去街上卖 没卖完吗这是 对帮我提一下嘛 哦这么好的腊肉还没卖完啊 你这腊肉卖的贵不贵啊 妹妹 对啊 看你这腊肉挺好的挺好吃吧 非常好吃 那你再背回去还要走多远呢 还要走一个小时多点吧 还要走这么久啊 那你就在这儿继续等车嘛 你再背回去要走好久 我懒得走嘛 没有车了 这上面没车吗 没有车了 你要不放下来我看一看嘛 我买一点你这个腊肉行不行 真的吗 真的呀 我看一看嘛 好吃的话我买一点 哎 这腊肉看着是挺好的 刷肉啊 确实 我要是全部把这个肉给你买完的话 要多少钱啊 真的吗 真的 你吃的完那么多吗 这我很喜欢吃肉的 你看嘛我现在卖也卖不完了 你看着给吧 看着给啊 对 那我给你10块钱可以吗 啊 哈哈哈 你说个价我不知道什么价啊 知道吗 反正我剩还挺多的 要不你给个500吧 给500是吧 对 500我感觉你卖亏了这么多肉 没事 反正我还要背回去我也懒得背 哈哈哈 那我给你800嘛 你500真的 没事不用的 你给个500就好了 没事没事 你帮我把他背到车上一下吧 我车就在下面一点 然后我到车上给你拿钱 是吗 好吧 你真的吃得完那么多肉吗 慢慢吃嘛 不是看见我懒得背 才买下来的吧 没有没有我喜欢吃 哈哈哈 谢谢你 没事没事 直接帮我放后备箱就可以了 爸爸你车都给装了吧 不会的不会的 你洗一下就行了 没事 好吧 你这个肉好不好吃啊 那肯定很好吃呀 你看这个肉 嗯 看着是挺好吃的 我就是不知道吃起来怎么样 真的很好吃 我都经常吃 嗯 那你反正回家还有一个多小时吗 是吧走路 嗯 那我要不这样子 我开车送你回家 然后你煮一块肉 我尝一尝好不好吃 行不行 你真的要送我回家吗 对啊 可以啊 真的吗 对 我主要是尝尝肉好不好吃 那太谢谢你了 真的 没事没事 那你早上下山的时候是怎么去的 我坐邻居摩托车下来的 你们家这个烙肉这么好 为什么要不要去卖了 家里面烙肉还多呀 换点零用钱 卖了换点钱啊 那你吃中午饭没有 还没有 那现在都下午两三点钟了 你怎么还没吃 那街上吃的太贵了呀 回来吃 哦 那你肯定饿坏了吧 没有还好 哦 我趁你这里有干这个 你先吃点干这个嘛 不用 不用了 我都快到家了 没事没事没事 你先吃点吧 谢谢你 你们家房子挺大的啊 没有 你们家的烙肉还有这么多呀 对啊 我们家烙肉很多的 给你做一块尝尝 整个小的 小的小的 这个就挺好的 这是什么 什么事的小的 那你为什么要小的 不过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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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生日怎么了 这是我的生日 哦 是你给我买一样 小姐的吗 嗯 不过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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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擦吧你擦吧你擦吧 擦吧你擦吧你擦吧 擦吧你擦吧 擦擦吧 擦擦吧你擦擦吧 擦擦吧 她說什麼 沒有說給我留一百塊錢給我買一雙洗的 你寫擦吧 沒點心了我爹打給我兩碗 她說不讓你肚子不要擦 沒有 那要不不吃了嗎妹妹 我覺得有點不好意思給你添麻煩了 沒事 這個不太好吧我問你 沒事 她待會兒又回來了怎麼辦 不會她出去讓我 但是她回來了要說你 不會 沒事的 她會不會罵你 那不燥了吧 沒事沒事 那要不放一顆小的吧 這個太大了 沒事沒事這塊就挺好 你寫生她為什麼要把錢給你拿走 前段時間這個過年 我不在家她幫我餵過一段時間 然後就讓我把這個腊肉拿去買了換錢給她 她感覺好兇啊 我感覺 沒有吧 本來就是這樣的我都習慣了 妹妹要不真的還是不吃了 我感覺這個肉吃了我心裡面很過不去 我怕他回來炒裡 沒事 要不這樣子就是這個肉我們就今天不吃了 然後我們就聊到天吧 好吧 好吧 行吧 那我帶你去看看我們山上的風景 嗯 行吧行 其實我也沒有惡容 只是想送你回來 這次我只是跟你開玩笑的 謝謝你 怎麼樣 這裡漂亮嗎 漂亮啊 但是沒有你漂亮 妹妹 我跟你玩了半天我不知道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海鷹 海鷹嗎 對 這名字聽話的嗎 那你叫什麼名字呀 我叫大飛你可以叫大飛哥 大飛 對對對 這麼沒看到你爸爸媽媽他們 我爸爸媽媽都出去上班了 他們過完年就過個幾天又回去上班了 那你怎麼沒跟他一起去上班 不能全部都出去上班呀 我還要在家照顧老人 家裡面還有老人是嗎 對 挺孝順的 那你平時在家還要幹什麼活了 大家平常什麼都幹呀 餵豬呀 種種土豆呀 還有剛剛你也看到了收那個蕎麥 那你這麼年輕什麼活都會幹呢 我看你 對啊 大山裡面的女孩子嘛 那什麼都會幹 不幹吃什麼呀 哈哈 那也是啊 那你有出去工作過嗎 之前我有出去上班 那你結婚了沒有啊 沒有啊 那你有男朋友嗎 也沒有 不會吧 你長得這麼漂亮 你在春花級別的呀 沒有 比我漂亮的人太多了 那你想不想有個男朋友啊 男朋友想有就有的嗎 哈哈哈 你現在想有的話就可以立馬有一個 哈哈哈 跟你開個玩笑 那你認為什麼是愛情 我覺得愛情是可欲不可求的吧 它是不知不覺就出現在我們的生活當中 就比如說像我們讀書的時候 對某個同學啊 產生那種莫名的好感 就想去靠近他接近他 然後想跟他在一起玩 這就是愛情最初的樣子吧應該 後面就是兩個人就是相互喜歡 在一起會很舒服 然後有共同的目標 也不會因為一些小事情啊 就分開了呀什麼的 也會為對方去改變一些 原來不好的一些習慣吧 我覺得這個就是愛情 那你有遇見特別想靠近的女生嗎 有啊 這不就在我面前嗎 哈哈哈 不會吧 你在開什麼玩笑呀 那你在這裡來轉了半天 現在星星好了嗎 好了呀 非常好 你看現在天也快黑了 要不先回我家我做飯給你們吃 做飯吃嗎 對 我怕那個審視率說什麼呀 不會的 他不會說的 真不會嗎 真不會 那好吧 走吧 海營 你們這邊村裡面平時有什麼其他經濟收入嗎 就自己在家餵餵豬呀 種種土豆 露棉 還有剛剛外面那些蕎麥 然後還有打筍 挖竹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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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挖竹筍一年的話能增多少錢 一年的話差不多也就個兩萬吧 可以增個兩萬塊錢 那也還可以 對 快點吃 我碗裡面還有還有 吃 這太客氣了 可能你都吃不慣 吃得慣了 你看你們這蠟肉挺好吃的 我很喜歡 這就多吃點 好好好 快點吃不然一碗涼了 你做的這個蠟肉真好吃 我吃了一塊了 你怎麼拿了這麼多東西 沒有把你東西過來 你拿那麼多東西幹嘛呀 沒事沒事沒事 在那邊吃了飯吧 你真的是太客氣了吧 沒有沒有沒有 這樣太客氣了 沒事的 拿那麼多東西 這樣我都不好意思了 有啥不好意思的 下次我還怎麼好意思來你家吃飯 不然 這都是家常便飯 隨便弄來給你吃的 沒事沒事 那不是吃了你們家辣肉嗎 你們家辣肉挺好吃的 好吃就行 那我幫你做呀 做 那我不做了吧 我就回去了吧天黑了 嗯 那好吧 回去吧外面太冷了 沒事我再送一下嘛 沒事沒事你先回去吧 太太冷了外面啊 好吧那我就送到這了啊 那你開車注意安全 啊好的好的那我就先走了 哎大飛哥啊 那你好久再回來見我呀 人生會有很多這樣的相遇 但我不得不踏上我新的旅程了 好吧 好吧 我走了 你別再難過 心裡有話都不想再說 記得以後你要快樂 世界沒那麼多燕火 我走後你別太想我 儘管有太多的不捨 這是你要的自由 我還給你了